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个研究员确诊 卫生防卫中心说大部分对新冠病毒检测程阳性的环境样本 都是确诊者接触过的地方 相信个案源头来自实验室的机会教细 28岁女患者做事的实验室 37个环境样本,14个程阳性 41个实验室工作人员要检疫 又在同一栋大厦做事的人说不担心 卫生防卫中心说阳性结果样本 大部分是女患者用的桌椅、电脑滑鼠等等 病毒量不算高 还有现在找到一些都不代表是有传染性 只是知道其实他可能去那些地方 有机会是污染了一些地方 那我们都跟实验室专家研究过 就觉得由他产生去的地方 可能是带了一些病毒在环境的机会 就带过有个实验室那里 譬如说弹发出来的那些 因为如果有实验室弹发出来的那些 一般就会散一些 就不会说围住他 即他去的地方那些环境样本多 当局已经向330几个 曾经去过实验室同层的人 派发样本询 暂时未有人确诊 实验室主管潘廉文说也都相信 感染不是在实验室发生 现在患者做事的办公室和实验室 都已经关闭 无线电视记者邓文汉报道